我们常说笑口常开有意健康 但是呢笑过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在大陆江苏一名年轻男子 在家里头看节目笑得太开心 结果突然出现这剧烈咳嗽跟打喷嚏的情况 胸口还感到闷痛 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 他的右肺侧部已经破了 看搞笑节目开心得哈哈大笑 但这么一笑却让这名男子差点没命 大笑之后引发一个咳舌 中间还有打喷铁 然后那个随后就胸梦胸痛不迟 一点也不夸张 就是因为在家里看综艺节目时笑得太开心 让这名男子的肺炮因此破裂 在胸痛了一整夜之后 男子才终于就医 经过医生检查 男子已经变成气胸 再晚一步就可能会丧命 气体进入了胸膜腔 把那个肺压缩掉了 肺纹理看不到了 就剩这一块 大概范围就是正常的被压缩掉的95% 因为男子笑得太过用力 导致气体在不正常的情况下 进入肋膜腔 让他真的差点笑死 而医院也表示 这样的案例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两期 有的时候用力 容易增加肺炮内压的动作 尽量避免 气胸的情况通常好发在体型高瘦的男性 或是患有慢性之气管炎的病人身上 为了自己的健康 想要放声大笑的时候 恐怕还得控制一下力道 记者最后报道 好 好